香港人都喜欢置业,因为居住有保障之余,曾楼也升值,经历过九十年代供楼利息十几厘,之后金融风暴,很多长者都抱传统思想,觉得买楼比租楼好,而且要尽快供满自住单位,才再考虑买第二间。 然而,不者注意有些中年老板反其道而行,虽然买豪宅却却有余,却喜欢租楼住,近年豪宅租金回报率低,1722尺或以上单位的回报率不足两厘。据调查,部分豪宅的回报率扣减其他洗费。 更低至1.3尺,级数越高,回报率越低,和经几多聊天,你就知道十几万已经可以租到山顶或浅水湾的豪宅了。 这些豪宅一间洞接都要一亿元以上,有老板觉得, 与其将几千万所死在首期,还不如拿去做其他生意和灵活投资。 住大屋有很多湿碎的事要处理,今天渗水,明天菜坑渠,很多维护的工作,非容也处理不了。 但是如果租楼就简单,干脆直接打电话找业主处理。 有老板告诉我,已经没有兴趣搞室内设计,既花钱也花心机,不如直接租楼住,所有名贵家司,电器,摆设和壁画都搬得走。 目前不少稳阵的股票,息率也有六七厘,把买楼的钱投资股票。 即使没有杠杆,收入用来交租也绝绝有余。 而且,虽然说股票可升可跌,但毕竟都有很高的流动性。 如果买入了豪宅,周转要套现有时也要看运气。 下一代有钱长者的置业模式,大家应该注意。 再来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